好 主播畫面中可以看到 身穿黑色外套戴起帽子口罩 走出地檢署 面對記者提問低頭不語 他就是涉嫌收賄 包庇色情場所的 松山分局巡官劉維中 劉維中 劉維中 要澄清一下 檢告日前貨報 位在北市中山區的 七家電子遊樂場 按摩店 酒店及養生館 自從民國98年起不定時收賄 原本在中山分局 中山二派出所的劉維中圓景 110年劉圓景 調任松山分局後 疑似持續收受賄賂 及包庇賭場色情場所等等 檢調同時也查出 北市某議員前任辦公室主任 及現任助理的涉案 北檢15號指揮 調查局 搜索機動工作站 北市警察局等等切實處 包括劉維圓景的辦公室及住處 檢調約談劉維圓景及涉案多人 共36名盜案 就在青天清晨 以涉嫌妨害風化罪 及違背職務受賄罪 預令劉維中巡官 50萬元交保 同時限制出海 而他也在今天上午 7點左右交保 以上是為林掌握最新消息主播